《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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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老闆 這個盤子 開價多少? 120 120萬 啊 今天來拜訪一位長家 那 這位長家 有不錯的一個收藏 那他說 我這邊先隨意看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再拿幾件 還不錯的產品 讓我欣賞 那我們就看在櫃上 有幾件東西 我們先看看 這個是一個 蠶枝連吻 一個雙耳瓶 然後還有一個 大清乾隆年製 六字的 鑽術款 可惜這個雙耳的部分 有一邊已經稍微有點殘 這件開價要多少? 28萬 老闆說這件開價28萬 這個是一個乾隆關款 這稍微有點小缺點 假設沒有這個小缺點 我估計開價給三百萬 這個是一個明袋 正德年製的一個龍蚊的紮斗 其實就是一個小的蠶羽 那這個龍蚊的一個發色 這有點暈散開來 整體的青花的紋飾 相當的生動 這個口岩的部分 好像有稍微做一點修補 這件要開價多少? 35萬 這35萬 這個假設沒有這個問題 老闆說要沒有 然後是插一個零 這個隨便在櫥櫃上 就可以看到這些好東西 這是一個灑蘭柚的一個鼻筒 看起來是青三代的東西 這裡有款 這個是大清康熙年製 六製的一個楷書款 整體的做工很漂亮 這種灑蘭柚就是用噴柚的方式 一層一層的噴上去的 這整體的一個做工是相當的講究 我們接下來看一件青瓷的一個窺口喜 這一件是胎跟幼很厚實 這應該就是明代緩送官藥的一個青瓷喜 你看它的幼層 跟這個胎骨相當的厚實 這也是一件好東西 那整體的一個幼光很內斂 所以說這種就是厚實 明亮如寧指 指的就是明代的這一種 胎幼的給人家整體的感覺 這件青瓷喜要多少錢 這件要八十萬 然後接著我們看一件龍泉咬的一個碗 那這是有印花 不過印花不是那麼的深刻 然後這個底竹的部分 火絲紅相當的明顯 那這個是大概一個明代中期的一個碗 那它這個櫻花 就因為它的幼層比較厚實 在燒燥的過程當中 有點覆蓋它這個櫻花了 所以這個櫻花顯得沒有那麼的深刻 這件要多少錢 八萬塊 這件是我問過的這裡面算比較便宜的 八萬塊錢 然後我們接著來看一下這一件 這個也是明代的龍泉 然後它的紋飾 蓮花的一個紋飾 那這個底竹的肉胎的部分 火絲紅非常的鮮明 其實相較其他的窯口 龍泉窯的一個火絲紅 要比較鮮明一點 那這一件整體的造型很規整 這個年代應該就在 這個永宣時期 那個造型跟剛才這一件就有所差別了 這個這一件就顯得雅致多了 那這一件 這件開價多少 這件開價三十五 那這一件剛才說開價八萬塊錢 這個從它整體的做工造型 還有紋飾這個右色的表現上 可以看出它的一個差異 接著我們來看一件 姚便宜的一個多管瓶 這個第一款 英科的六字的大清乾隆年製款 那上面還上了一層紙巾柚 相當的考究 那這個姚便宜 其實是仿宋代這個君堯 在紅柚的基礎之下 在林上一層這個右色 呈現這個藍色的一個色澤 那這個基本上都是由老師傅來做 看似簡單 但是它整個呈現出來的效果 卻有天壤之別 所以你看它每一隻出來的都不一樣 這是乾隆 時期的一個姚便宜 色澤紋理 相當的雅致 接著我們來看它旁邊的 這一件 這個 姚便的一個 蒜頭品 那這一件的蒜頭品 你可以從整體的一個造型來看 它顯得非常的規整 這讓我想起 在台北故宮 有一件類似的 一個姚便的蒜頭品 它就放在那個 多寶閣裡面 然後個頭不大 但是卻是很顯眼 那這一種姚便 它看似隨性 但是其實有很大的一個學問在 它應用得好的話 整體的顏色非常的調和 應用得不好的話 顯得就會很不雅致 現在有很多的仿品 要仿它那個硬味 那感覺就會相差很大 那這一件雖然沒有落這個雍正款 但是從整體的一個做工造型 跟它的一個私幼的方式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這一件 這個 基本上年代是落在雍正是沒有問題 這個雍正 它的紅幼的部分 相對少一點 那乾隆的話 它的紅幼相對就佔比就比較大一點 這是業界也有人這麼說 當然這只是一般的業者的一個說法 還是要從整體的造型 然後幼還有胎 還有包括文式跟它那個款式 來做對比 接著我們來看 藏家的一件康系的五彩 那康系的五彩 也被稱為這個古彩 它的這個呈現出來的 柚料的感覺 就比較古雅 古樸一點 那你會看到它這個眼睛的部分 它們一般稱呼這個叫做康系一條線 也就是它畫出來眼睛的表情 呈現一條線的 接著你再看一下 這個康系的瓷器有個特色 白幼的部分比較薄一點 那相對它呈現出來那個幼胎 就比較鮮明 所謂的頸皮亮幼糯米胎 其實它跟它胎骨的做工 跟幼面的這種私幼的方式 是有很大的關係 接著我們看一下後面的底款 這個是很標準的 所謂的雙層的接台底 我們接著看一下 大清康熙年製的青花的雙圈款 它是一個楷書的形式 然後筆觸很有力道 也展現出康熙草的一個強大 然後它這個雙圈的部分 它筆觸接觸的地方 看到是有手工重疊的 這個龍蛋之筆 你可以看到這個稍微泛發一點 微微的這種波浪柚的感覺 老闆這個盤子開價多少 120